讲最后一个概念 基本上实战的时候 你很容易忽略掉 那我出一个题目给你们 这是一个高阶问题 请问你找出是哪一张牌 比线物七筒还要安全吗 如果你可以解得出这个问题 代表你有相当的麻将实力 八饼没错 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 毕理论 毕理论是什么 假设我们刚才讲 你有六七筒 你才能够听八筒 我们先不考虑 对听单期牵听的情况 你有六七筒 你才会听那个 五八筒两面 你发现已经四张七筒 都出现在场上的时候 讲你自己 你是不是知道 其他人一定不可能是 六七筒两面听牌 当他不可能是 六七筒两面听牌的时候 他想听八筒 他是不是只能够 八筒对碰 或者八筒单期 或者七九筒听牌 这个就叫做毕理论 这个东西跟金牌是一样意思的 七筒是毕的话 八九柄都相对安全 因为你同时也不可能是 七八筒听九筒 你只能够是 九筒听自己 所以你只要看到 四张七筒 八筒跟九筒都是很安全的 当你看到 今天这个情况的时候 为什么我说 八筒比七筒还安全 因为你打出七筒 你虽然不会放枪给你的下架 因为他是他的鲜物 可是你有可能放枪给其他两个人 但是你打八筒 你注意看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打过八筒 你看这里 跟这里 所以你打八筒 不只他们两个不能胡牌 你右边这个人 已经四张七筒了 所以他不可能是六七筒 不可能听八筒 更不可能单齐八筒 因为最后一张八筒在你手上 所以你可以确定 这时候八筒 比七筒鲜物还安全 所以这个时候 拆打出去了 其实八筒而不是七筒 因为你要是打七筒 你有可能就刚好放枪给你的对家 或是那个你的上架 毕理论听起来很酷 但是你实战的时候经常会忘记 那些你要对麻将非常熟练的人 才有可能第一感就想到这个 币还可以跟我们金牌 去混合使用 比如说有人丢一锁 四锁是不是只是半金牌 但是如果同时场上 见到四张六锁 他是不是也不可能用五六锁去听牌 这就是等于是 他有一个六锁的币 然后跟一个一锁的半金 加起来这个四锁 是不是同时也是两金牌 那当然 如果你想要熟练的用这个 那基本上你要打 很多很多场的麻将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 应用在实战上 这个东西就没有像牌效率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你要实时把握 看别人有丢出过什么牌 是不是为什么麻将 你不能只看着自己手上有什么牌去打 你要注意别人丢过什么牌 因为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去应用那个金牌理论 跟那个币理论